曹操献刀 黄金起义之后 宦官与大臣们整天争权夺势 互相厮杀 弄得朝廷上下鸡犬不宁 混乱不堪 就在这时 有一个名叫董卓的敌方官出现了 他打着保护皇帝的幌子 带兵闯入了洛阳 当上了宰相 后来他的势力越来越大 干脆废了汉林帝 把石拳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这可引起许多官员的不满 纷纷指责董卓 说他是个逆贼 董卓知道了这件事 非常生气 心中暗想着 顺我者昌 你我者亡 看我怎么收拾你 于是他就将那些不顺从的官员 统统杀掉了 这下可弄得每个人都胆战心惊的 恨透了董卓 但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这一天老陈王云和另外几个官员聚在一起喝酒聊天 喝着喝着 王云突然想到现在朝廷混乱的局面 不由伤心地大哭起来 董卓废掉皇帝掌握石拳 这样下去我们汉朝的江山就保不住了呀 其他几个老臣听了也都倍感焦虑 跟着痛哭起来 就在这时 他们身后却忽然传来一阵哈哈大笑的声音 大家回头一看 不是别人 正是曹操 曹操当时可是董卓身边的红人 不过他对董卓的残暴也非常不满 所以一边大笑一边说道 哭有什么用 我们应该想办法杀死董卓才对 大臣们一听觉得很有道理 就停止了哭声 问曹操有什么好的计策 曹操就笑着对王云说 董卓现在很信任我 我有机会接近他 听说你家有一把宝刀 我希望用那把刀杀了董卓 王云一听高兴极了 赶紧将自己的宝刀交给曹操 于是第二天 曹操就带着宝刀去见董卓 趁董卓一回头赶紧拔出宝刀 谁知他的这一举动被董卓从镜子里看见了 董卓下了一跳 瞪大眼睛大声喝道 曹操你这是干什么 曹操见情况不妙 慌忙灵机一动 编出一个理由来 他将宝刀举到董卓眼前 跪下说 我这有一把宝刀 要献给丞相 董卓看了看曹操手中的刀 刀口锋利 灼灼发光 还真是一把宝刀 就结果收下了 然后带曹操出去 选了一匹好马给他 曹操担心时间一长 董卓会怀疑他 就又灵机一动 对董卓说 丞相送的这匹马 我想骑上去试试 说着就跳上好马 头也不回地跑了出去 一连跑了几天 终于逃回家乡 这以后 曹操知道 不能再回董卓身边了 就四处招兵买马 开始了剑功烈业的生涯